您好,这是张林视野 今天讨论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人危害最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第一号敌人 那就是许久 首先就是谈习近平 我周围的朋友普遍都认为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最愚蠢的领导人 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最愚蠢的统治者之一 人们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外号 什么习包子,习傻逼,大傻逼,习二,然后歪头,然后等等等等 所有的外号都强调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愚蠢 他的这个愚蠢到了什么程度呢?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比如说大家都看过他的很多视频报告 他的几句完整的话如果不看稿子都讲不出来 就正常的话他都讲不出来 他的智商呢应该是略低于普通中国人的智商 但是为什么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呢? 这个是很令人奇怪的 因为他从小生活环境很优越,吃得好,穿得好 就是因为他是高干自低 即便他父亲受劳改的时候 被在牛棚里关押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一听说他是中央领导西中心的这个儿子 对他也是额外恳骨的 所以即便他父亲倒霉 他仍然可以做大地书记 仍然可以吃得香 吃得好,睡得好,还能泡妞 还能喝酒 还想一顿都能喝掉一瓶酒 为什么他的这个智商那么低呢? 为什么他显得那么愚蠢呢? 为什么他会做出那么多愚蠢的决策呢? 我们最近能够看到 习近平几乎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愚蠢的 他在新疆的决策是愚蠢的 你说你把这个两百万人关押起来有必要吗? 新疆当然有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你打击就是了 依法打击就是了,对不对? 你找出他们的罪行来 把他们的罪恶公布出来 然后进行公开审办 把他们的罪装一件件的都举出来 可以啊,这个世界没有意义 这个世界反恐,支持反恐 但是你不能无缘无故的 就把人家两百万人就关押起来 你根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恐怖分子 可以这么说 99.99%的被关押者不是我们不分子 当然,习近平你说他思想有问题 什么叫思想有问题啊? 跟你想法不同就是有问题嘛 你总不能把关键跟你不同的人都关押起来吧 但习近平正在这么做 所以这就是显示他的愚蠢 就是他的智商低调呢 他不能够容忍跟他有不同想法的人 他认为人天生就应该有这种想法 或者至少中国人 包括新疆人,西藏人,香港人 都应该有跟他一模一样的想法 只要想法跟他有所不同 他就要想方设法进行排斥打击关进监狱 还有他在香港的一系列决策 你说为了个人的一点面子 南海争端,在南海造岛无疑是阿富汗战争 他的花费不亚于苏联的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每年都花五十亿美元 我看习近平在南海造岛 以及收买包括菲律宾等等 周边的这个跟南海有切身利益 就是利益的国家 闭嘴 这个花费的钱 每年我看五百亿美元都不止 所以他的花费一年都相当于十个阿富汗战争 我们且把它算成一个阿富汗战争吧 然后这个一带一路又是一个阿富汗战争 然后这个跟美国的中国贸易战 可能是最大的一场阿富汗战争 因为它的中国经济的流血、失血程度 现在很多人还看不清楚 但是应该都有感觉了 然后这个新疆问题相当于又是一个阿富汗战争 然后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 中共的花费也是每日近人的 你也要售买那么多香港人 几十万香港人跟这个香港的民主派 跟香港人民作对 你不花钱 哪一天利的钱也不行啊 哪一分钟利的钱也不行啊 所以这又是一项南云上阿富汗战争 同时打五场阿富汗战争 中共的家底有多厚啊 今天起来习近平这样折腾 所以习近平的愚蠢是没有底线的 他的智商应该再终极一下 他的智商为什么如此之急呢 很多人都感到困惑 实际上凭着我 这个几十年的研究呢 我最近呢 前不久呢 我找到他歪头的原因 他年轻的时候逞人 可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网友指出 说有可能他生下来就歪头 但是我看了年轻的照片 好像头不歪 大概是年轻以后的照片 才开始有点歪 因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扛那个200斤马带是可能歪头的 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 至于他的这个智商如此低下 我最近的这个研究结果呢 就是因为跟他酗酒有关系 中国的这个地位比较高的人 高干子弟实际上最大的危害呢 就是酗酒万语的 因为他们从小呢 就是相当于崖内一样 生活在一种忧郁的环境之中 走到哪里的时候 叔叔叔叔阿姨都要很高兴 哎呀 习儿 这个这个这个小习儿 来来来 赶紧来喝一杯 好酒好菜 我记得我曾经到一个北京家 北京那个是当时是空正文工团 两口子都是空正文工团的演员 一个是二胡演员 一个呢是好像是舞蹈演员 我到他们家里面 仅仅因为半点事 没注意了五分钟 他就把韭菜端上来了 哎呦说小张啊 赶紧来喝一杯 我一看居然有两个菜 然后他说这个酒是好酒 七里淘宗轮的天眼冷 稀里糊涂的我就干了好几杯 后来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那是下午三点钟 这个既不是中午也不是晚上 就是说呢 他那个代课方式 北方人的代课方式就是 哎干两杯来两个菜 就是随时拿个操俩鸡蛋 拿一瓶酒过来 两个人就干开了 我还看过 那个在火山上看到蒙古人那个喝酒 那就更要命 在列车上 一个蒙古人跟另一个蒙古人 两个身材非常高大 看起来就像孟良的爹一样 长得都一米八五左右 两个人遇到了 互相打听 我就跟他们坐在一个小 在车厢里面 我听他们两个人互相打招呼 互相问话 问了一会 我以后呢 就说一下我听不懂的话 可能是蒙古话之类的 或者当地方言 然后另一个人 两个人都是干部模样的 都穿着那种中餐装 那是在八十年代中叶的时候 西北的人普遍的干部啊 或者什么社会 各方面的人都还是以 穿中餐装为时尚 两个人 然后其中一个人 就把他的手提包给打开了 那种老式的那种大地书记 或者公社书记 农村干部 县委书记用的那种黑地包 打开了一看 我一看到拿出了什么呢 啪唧啪唧 不声不响地 居然拿出了两瓶酒 我一看那个酒 好像是 都是叫什么 门岛驴衣类的 这是我第一次 对那个蒙古酒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是 我就问他们 我说这是哪里的酒 他们说这是 这是那门的酒 很厉害 你要不要尝一尝 我说不肯尝 不肯尝 我说这个度数太高了 我怕喝醉了 他们就笑一笑 他说笑里面有一种 轻蔑的含义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 那个干部 拿出酒来的那个干部 又从 他的那个里面 拿出了一支小 那个 那个杯子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不锈钢链那种小杯子 拿了过以后 那个杯子呢 我估计能装半斤酒 他不声不响地 居然把一瓶酒给倒了 倒了一半 把那个杯子给倒满了 然后轻轻地端到 那个店面那个人跟进 那个门口干部跟进 那个门口干部 点点头 端起那酒来 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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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跟着跟着 没多久居然把这个半斤白酒 就一口气喝干了 没吃一点菜 没有一粒花生米 也没有一片半黄瓜 也没有任何东西 或者烟蒜 或者一般汉人喝酒 多少嘴里有个酒头 改变味道 而且汉人喝酒一般来说呢 除非赌酒赌输了 硬头皮 你也是上眼的 这个平民地这么 喝上这个几两 一大杯 平时没那么喝的 我年轻喝过 那个非常 那个酒味串着非常难受的 因为他那酒精度有个高 整个你那个鼻窗里 鼻腔里 全部都是那个浓烈的 那个酒精味 很多人都会吐 但是 那个那本人没事 我自己把他干光了 看着我目瞪口呆 我当时那个 那个精呆的那个 嘴都喝不容 这么喝酒 然后呢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干部 看了以后呢 不动声色的 接着又倒了一杯 把那个杯子 空杯子拿过来 把剩下的那个 那个一瓶一斤酒里面倒了 另外一半倒了 也是倒满 而且他倒的两杯 几乎都一样多 他端起来 居然又干倒了 我听说我喝酒喝厉害 我不相信什么人能喝二斤酒三斤酒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 若无其事得喝那么多酒 接着呢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天安 又把另一瓶酒打开了 分头一人倒一缸 就一个 就那一个糖吃缸子 就是一个那个 就是相当于差别 又是一瓶酒 一斤酒 两个人又 又给他分享掉了 没在哪儿 就喝那么多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平时这样喝酒吗 我说 这样还得了吗 他说没事的 他说我们经常这样喝酒 他说我们都在这个草原上工作 他说天天主要就是要喝酒 跟慕民在一起 也就是见了面 他主要是喝酒 然后再说点什么工作 他说 这个呢 都是餐天酒 等一会儿我们到站了 还要下去喝 最起码 我们两个人 依然还要干掉这个一瓶 我的天哪 就这么喝酒 我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这么喝酒的危害 我只知道那样喝会醉 会难受 因为我年轻人喝醉过很多次 喝醉了以后呢 有几天都反应不过来 甚至一温的酒味都想呕吐 非常痛苦 非常难受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 性格比较这个 容易冲动 容易被人家激怒 容易上当受骗 跟人家一读起来 也是大烂酒 干到肚里面去了 急往一干 人家不行了 就觉得脑子脚冲头 一下子就碰到在桌上了 或者就碰到在地上了 如果有人照顾还好 如果没人照顾 就在两年前的时候 三年前的 五年前的时候 我跟那个姚成 就是那个军事评论家 著名的军事评论家 姚成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三个人走在大街上 居然看到有一个人 最老的地毯 没人问 而且那个天比较冷 后来呢 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打电话 找警察来 打电话报警 就说有个人喝醉了酒 在这个马路 希望有救护车照来 这时候呢 看到我们打电话 旁边那个人才赶紧走过来 来说没事没事 你们不要找不要找我来照顾他 我看到那个人的脸色很阴险 我估计那人是他的同伴 而且故意把他灌醉 故意把他扔在路边 就是希望他身边 甚至死在马路上 所以你的酒友是很阴险的 在中国就是这样 很多想灌醉意的人 都是有所歧途的 就是这样 上海你讲白了 表面上很热情 来来来来 喝个痛快 来 三个五啊 六啊 什么什么的 滑船 禁令 找出各种理由灌进酒 但实际上都是想害你 表面上热情 但实际上是想害人 一心一意的 就要把酒灌进对方的肚子里面 而且呢 中国人 大部分人实际上是 一喝酒就要喝个七皇八叔的 习近平从小就生活在这种 环境里 北方的这种酒文化里面 西北人 北京人 都是最能喝的人 所以他从小就这么喝啊喝啊喝啊 从小就喝得像你二一样 喝多了 再去扛麻袋 把自己的脖子给扛歪了 把自己的脑袋给扛歪了 然后成绩酗酒有一个什么后果呢 这也是中国社会从来不谈论的 报纸杂志从来不谈论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 提出一个明确的警告 就说 他们研究发现 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 最近来 最近年来 就是酒精消费量都在下降 唯独中国还在上升 还在上升 中国其实是全球唯一的酗酒大国 中国人喝酒跟全世界人喝酒不一样的 很多人以为 不太清楚 以为这个老外也喝酒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以前 我喝酒的时候 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去过美国的这个酒吧 我发现美国人喝酒居然 一晚上只喝一瓶啤酒 而且是一小瓶啤酒 相当于中国的啤酒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一晚上他就喝那么一小瓶啤酒 就才三百多毫升 或者最多五百毫升 然后最多喝上两瓶 而且呢 他这个美国呢 二十年前的时候呢 是从美国的禁酒店多年 那时候我在纽约的时候 参观里根本就不准买酒 所以说大部分美国人是不喝酒的 我后来又回去对比以后 这些年才反思以后 我才发现 中国人才是全世界喝酒最多的 你想想中国人只要聚在一起 不管什么理由 都是要喝个烂醉 都是要喝的 晕蚕倒是 那个应该喝酒的标准 一般来说就是中国人 普通的中国人在一个酒厂上 都要喝上半斤白酒 我以前呢 我有时候出了监狱以后的 那个朋友跟我结婚 洗尘什么的喝酒 经常让我吓一跳 为什么呢 那个请客的人呢 到了一家饭店我以后呢 一个桌子也就坐着 最多的七八个人 但是呢 他随手居然拎两箱子酒进来 要知道一箱是六瓶 小箱一小箱六瓶 两箱子就是十二瓶 也就是说 大概每人准备了一瓶半白酒 那些白酒的度数一般都是五十度左右的 最低的也得有四十多度 高的也有五十多度 你说是多可怕 就是说酗酒呢 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一个独踏的文化 酗酒造成的这个危害呢 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就是说呢 这个酗酒造成的这个肝硬化和肝死亡 是非常惊人的 当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 因为中国人没有在意这个数据 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呢 大部分都是假的 或者不负责任的 或者轻描淡写的 或者是一种估计的 他没有人认真去研究 没有人认真去统计 到底有多少人喝醉 到底有多少人喝死 到底有多少人这个喝出疾病来 可以这种说吗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只有中国人这方面呢 没有这个确实 没有符合时机的硕质 但是呢 凭经验我就告诉你们 就是我们就知道 中国人喝酒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酗酒造成的这个严重后果呢 我以前体会不到 后来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一年多以前去世了 我的祖母活到95岁 我的外政祖母也活到90岁 而且呢都很健康 就去世前一年都能说回到头脑心境 但是我父亲只活了70多岁 就经常就开始说胡话 在生前的时候 就经常迷迷糊糊糊糊的 经常陷入昏迷状态 而且呢 有两三年时间 他都不愿意出门 就是那种严重的那个小脑 没说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呢不仅是他 还有我一个在安徽奔波的时候 一个最好的朋友 叫丁启斌 他年轻的时候是音韵潇洒 我们都称称他为这个王子诗人 就是他是一个诗人 写的一首好诗 而且呢还会唱歌 人长得又英俊 到处都受到女生的这个宠爱和欢迎 然后呢 但是呢他就是酗酒成性 每天都要喝酒 每天都要喝酒 实际上有这种生活方式的 中国人不在少说 而这个呢 厉害是极大极大的 也就是说呢 中国人的这个健康问题 往往中国人呢 在这个道理的年龄以后呢 就开始智商下降 特别是中年以后 50岁以后 体能智商都急剧下降 主要跟酒精有关 而且他就我所观察 只要长期叙旧的人 多半到最后 都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 所以习近平呢 你看从他的那个呆滞的目光 从他呢 见到窗户的时候 那个手足无措的这个模样 从他那个面对 那个离了这个稿件 几乎就不能讲话的那种 半吃半呆的那个样子 以及他那个 批文很多东西呢 都是信口开河 别人给他写 然后呢 他自己照样签字 以及很多这个很荒诞的这个报告 他居然能够批准 就能看出来 实际上他在处理公务的时候 大部分都处在一种弱智状态 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所以中国这艘大船 这艘破船 才开始 死为一个危险的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已经是注定 要摧毁中共这条船 也要摧毁中国这条大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愚蠢愚昧 他的愚昧当然 这不怪他 因为中共们 他把所有的中国人 都当成囚徒一样关押起来 他分闭了所有人的耳朵 分闭了所有人的眼睛 让绝大部分中国人 都迷迷糊糊地在家 又相互感染 用一些荒唐的谎言 互相传递 让很多人都信以为真 所以呢 中国人呢 应该说 自幼多生长在一个愚昧的环境里面 就像牲口盆里一样 就像监狱里一样 就像农历营一样愚昧 当然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 总以为自己杀都知道 实际上中国人知道的是 全世界最少的 然后呢 习近平又酗酒无度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 应该从十七岁的时候 就酗酒无度 因为这个高干子的喝酒 我也有印象 我小时候家里有个邻居 隔壁有个家伙 经常喊我 哎 大林 我们去喝酒去 我说喝什么酒 他说你看 我搞到八分钱 他说八分钱可以买一两百酒 我就跟着他信冲冲地 跑到一个店里面 弄上那个一两百酒 他 图字图字干了一半 递给我 我实际上是敢千年的尝一尝 酒的这么一尝 那么辣那么苦 实际上我也小时候也喝过酒 但是我不喜欢 我从来都不喜欢白酒的那股味道 但是呢 他是只是礼貌性的 示意一下子 第一个带人出来 第二呢 就是说显示自己有钱喝酒 第三呢 也慷慨地让我尝一尝 闻一闻 舔一下 然后他拿过去 图字就一干二件 跟我说很多块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邻居呢 后来这个等到那个斯文邦被打倒以后呢 他们家很快就搬走了 后来我才提邻居说 他原来 他父亲呢 是安徽省的公安厅长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受到这个打击 然后呢 下放农村 被折磨了很多年 最后呢 给他落实政策 结果分了奔布纺制厂 然后呢 给他安排了一个 就是等于这个仓库保管员的工作 把他一家人安排工作 给他一小间房子住 但是后来呢 他个人矮矮的 在我印象当中 好像共产党的这个头目 很多都是小矮人 都是像邓小平那一类的这个小矮人 在我印象当中 我经常到的家里外 他都是沉默寡言的 但是呢 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家呢 总是摆很多酒瓶 就那时候 在全家人生活中 积极贫困的情况下 他天天要喝酒 他每天都要最少喝一瓶酒 然后他的儿子呢 十来岁就养成了 大概几岁就养成了 喝酒的习惯 偷偷地喝 偷酒喝 偷钱喝酒 所以说呢 共产党的干部 干部子弟 普遍中年轻的时候呢 就开始酗酒 尤其是军队干部的这个子弟 一般来说 七八岁 十来岁就开始会喝酒了 而且呢 家里人呢认为呢 喝酒才像个小男子 喝酒了 长大才会有出息 他们丝毫不意识不到 这个喝酒对人的这个危害性 所以说 而且呢 喝酒的还有一个危害呢 这我也是观察到的 我观察到许多这个 酗酒的朋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他们的子女 一般都比较弱智 就经常酗酒的人呢 尤其在 如果在酗酒期间 这个受孕的话呢 就是说 是气质怀孕的话呢 这个孩子多半 智商是 有缺限的 所以呢 你看酗酒 就我所知道的 一个脑萎缩 第二个肝病 第三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生育不良后代 这些危害都是很要命的危害 但是中国人对此浑然无知 中国的报纸上 一天到晚登的都是一些谎言 都是一些 什么习近平干这 习近平干哪 一天到晚报到一个 酒 一个酗酒患者 一个酒精中毒症患者 这个胡说八道 有什么意思 真正的这个酗酒的危害 没人知出 因为习近平本身就酗酒 谁也不敢说 以前毛泽东也酗酒 周恩来也酗酒 每天 周恩来一天都要喝一瓶茅台酒 毛泽东呢 差不多 也是顿顿饭都要干几杯茅台酒 就中国的头目过的 全是都是这样的生活 我以前有军队的朋友 他们都跟我出去 他们愿酒 部队里面到处都是在喝酒 就是中国特许的 你看地方干部 他现在不允许喝酒 因为喝酒 舍出的麻烦太多了 所以他实行五条禁令 军队也是允许喝酒的 大喝特喝 中午喝晚上喝 一年到头 甚至你进入军队以后 当个官 你就一年到头 只要上级不来检查 你就可以喝酒 而且是公开的喝 鼓励你喝 为什么呢 就让你愚蠢愚昧 让你听话 这样的军队 开什么玩笑 打什么证啊 所以现在菲律宾 现在都要做解放军了 公然就威胁解放军 我们马上要攻占 把这个岛屿堵回来 解放军一屁也不看法 对不对 这就是因为什么呢 都是喝酒惹的祸 所以喝酒呢 对中国人的危害 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这么说 酒精是中国 是中国人的最大敌人 因为全世界人 都没有像中国人 这样普遍喝酒的 现在无论哪个地方呢 酒精量消费量 都在下降 无论哪个地方的人 都意识到 这个喝酒呢 是一种不健康的伤口方式 它是严重地伤害到身体 但是唯独中国人 从来不去研究这个问题 从来 整个社会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甚至大家都认为 每天跟朋友 三五个自己喝的 在一起喝的醉醺醺的 或者哪怕独自在家里 炒两个菜 让老婆炒两个菜 自己喝的醉醺的 就是一种生活享受 喝酒呢 实际上酒是一种慢性毒品 是一种这个 它是一种 确切地来说呢 它 类似于一种毒品 如果你要是简简单单的 如果有克制能力的话 喝一点 无所谓 像英国人 像美国人那样 一个晚上就喝着一小杯葡萄酒 或者半杯葡萄酒 或者来个一小杯啤酒 那个呢 助毒性 使得气氛活跃一下 使得大家在一起呢 就是增加一些 这个融洽的气氛 使大家产生一种喜悦观 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 一旦多了 它就会使人 就是说失控 所以说呢 你看中国人打架 很多都跟中共关 我还告诉大家 一个可怕的事实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凶杀案 因为我在八九年呢 就被抓到监狱里面 我发现了有一个 有趣的特点 我问过那些杀人犯 那些即将被处决的杀人犯 百分之九十杀人 都是因为 都是酒后杀人 都是喝酒者的祸 有两个杀人犯 是一个案子 他们跟我说 当天就是因为在喝酒 从隔壁小店里 拿了一包烟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 那老板说他要下班了 要换人了 来拿烟钱 他们正喝的信头上 酒也喝多了 就说 哎呀 你担心我们跑掉还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等一会儿喝完酒了 以后再去付钱 正在喝着酒 你过来 这个啰嗦什么 一言不喝就打起来了 然后三个人 因为酒喝多了 八出道 你三个人打一个人 本身就不需要用刀子嘛 对不对 拳头打 耳光打 还有板杖砸 桌上还有碗 还有菜 扔过去 砸过去 就足以打倒对方了 三个人 而且你就什么也不用 也可以打倒对方了 但是三个人性质所知 其中一个人就大弄 把那个人打倒了 那个人摇摇晃晃晃站起来 其中一个人就说 他妈的 这小子看来 不跟他脸脸厉害的 不行了 就拔出刀来 另外两个人一看去 他也不含糊 每个人都把腰间那刀拔出来 三个人一人上去抽了一刀 结果两个判死刑 一个家里面有关系 大概在公安局工作 后来给判了十年徒刑 实际上那个 百分之九十的杀人 都跟酗酒有关系的 当然车祸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中国的这个车祸 大部分都是跟喝酒有关的 中国人的这个家暴 也跟喝酒有关 你想想 这个男人在外面 喝的醉醺醺醺的回家 不更容易跟妻子发人争吵 打老婆打孩子吗 所以呢 酒嫩是中国人的 严重的敌人 而且这个社会 为什么就是让人喝酒呢 很简单 就像你看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说那个 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中国人的时候 饿死了 最低的数字 说是三千多万 现在最高的数字 是公安部统计的数字 有九千六百万 就是那个三年期间 全国范围内 但是在那个期间 中国茅台酒的产量 茅台酒大家都知道 是粮食酒 茅台酒的产量 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因为周恩来下令 就生产更多的茅台酒 分配给更多的领导干部喝 让他们喝得最运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稳定统治 因为毛泽西党中央 周恩来就认为了 如果给全国的这个高干 每个人每天都能供应一瓶茅台酒 让他喝得最运行训练 他就不会反抗 只要他们不肯反抗 老百姓就不会反抗 老百姓有反抗的 上去给他抓起来就完事了 或者开枪打死就完事了 只要村里多开 路口多派给民兵在那防守 见到有人逃跑 就给他抓起来 关起来弄得大地步 给他饿病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 被民兵看守着 就活活饿病的 不给他粮食吃 就让他活活饿死 等到他饿得不动了 那时候粮食那么紧张 那时候造茅台的酒 如何可以让上千万人 能够不至于饿死 因为那时候 这上千万人 哪怕每个人 每个人喝上一点西粥 也不至于饿死 而那个粮食造酒的 这个成本是很高 但是中文来为什么大找特赵呢 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个统治机器 就统治集团 都保持最循循的状态 因为你醉醺醺的 你就不可能思考真理 你就没有正义感 你就想 你就得过且过 你就想要今朝有酒 今朝醉 管他明日是否有洪水 中国人就这样酗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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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 这个一千年 两千年 而且呢 从现在看来的中国人的苦 呢还没有尽头 所以说呢 如果不停止酗酒的话 如果 整个这个社会 就是追求真理 追求正义 追求光明前途的这个力量 就永远不会占上分 就清洗地 不会占上分 反而是那些糊里糊涂地 天天就知道 像牛一样 像牛马一样干活 回到家里面了以后 喝得醉晕晕的人 占优势 那这些人呢 维持的只能是像一些生人般的生活 而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因为正常人 就像这个世界我接触的这个什么人 无论是黑人 白人 拉丁美洲人 还是这个亚洲人 他们都追求真理 他们都追求正义 他们都有信仰 他们不 大部分人拒绝酗酒 他们都要过健康的生活 所以他们才有前途 而我刚才说讲的那样 上班的时候像牛一样累 下班了以后呢 又在那个地方放纵地喝酒的民族 是不会有前途的 尤其呢 现在你看看习近平是多么的愚蠢 应该所有的中国男人都应该以习近平为戒 不要再去喝酒 不要喝太多的酒 如果你要能克制的话 那么一顿喝一杯酒 偶尔喝一杯 或者一天喝一杯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戒指能力的话 如果你觉得喝一杯不过瘾 就要喝两杯 两杯还不过瘾 要喝三杯 三杯 四杯 五杯 六杯 七杯 或者一碰到酒床 就要干个半斤八两 就要喝到这个 最接近于最早为止 那我奉劝你 果断地像我一样 把酒戒了 然后呢 你还能够保持基本的健康 你的晚年呢 还能够保持健康 你不会被很多各种各样的疾病 所缠绕 你不会有一个痛苦 悲伤的晚年 而且呢 我认为最久 长时间最久以后呢 就会导致人堕落 导致人 这个神经系统 受到严重的 也受到严重的伤害 最后呢 就是神志不清 胡言乱语 当然普通人呢 你胡言乱语 危害 可能只危害到自己的家里 习近平的胡言乱语呢 却危害了十几亿人 而且中共干部呢 很多也都像他那样酗酒 所以他们都是得获且过 得获且过 他们都是 基本上都是属于 连自己都管理不了的人 但是呢 中国恰恰就是这么一帮的 狗农才 在管理着十三亿人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